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年友大家好 今天的题目是 真正的厚德就是念佛 遗正法师 古人说一日之计坐于神 而念佛人的观念是 一日的生活从念佛开始 因为一日的生活 如果从念佛开始的话 这一日肯定是与佛同在 同佛相伴 同佛同出同入 同佛一起开工 一起休息 得到阿弥陀佛的护佑 令我们平安 令我们增幅增位 少叶掌 逢空化吉 化险为夷 令我们相应于我们的身份 满足我们的善愿 古人又说一年之计坐于春 今天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第一日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念佛开始了 希望这一年甚至年年 大家都能够身心康乐 卷属和谐 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 和社会和谐 国家安定 两岸和线 世界和平 灾难是一种共业 但行善积德的人 或者是虔诚的念佛人 便会脱离这个共业 转为自己独有的不共业 而念佛就是念福 福得的福 念佛就是与佛同在 念佛就是得到佛的无有 所以念佛能够消灾灭难 念佛能够转和为福 好像《无量寿经》所说的 所谓厚德在福 是指什么呢? 就是用双辈的东西来成在 好像水用杯在饭用碗在 而我们的福气就用德行来成在 德是因 福是果 一个人的德行越好 福报就越高 什么是德呢? 德就是祭人利物 改过千玄 也就是对外救助别人 利益万物 对内反省改过 一心向善 能够祭人利物 改过千玄 一定能够给自己带来福补 也为家人带来幸福 对我们淨土宗来说 世间和出世间真正的厚德 就没有能够超越过念佛了 念佛简单又殊胜 只要信受弥陀救度 专称弥陀佛名 就能够获得无上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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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无论寿经》所说的 其有德文彼佛名号 欢喜勇药 乃至一年 当至此人 惟得大利 即是具足无上功德 所以希望我们的莲友 尊一莲份 除怨除份 除力 祭人利物 改过千玄 感恩大家收看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